我们继续往下看经文 耳师阿难插手白佛言 世尊 若当有人放人出家 若有出家者任其所需 得己所福 若否有人 悔破他人出家姻缘 受何人出家 受何罪报 唯愿世尊拒禁告知 阿难听到佛介绍毕罗献难 后世的种种因缘 种种福报 继续请佛说法 说世尊啊 如果有人放自己家里的人 放自己管理的人员 让他能够出家 如果这个人确实愿意出家 真的出家了 随他的愿望 那么放他出家的人 能够获得怎样的福报呢 相反 相反 如果有的人阻挠别人出家 如果有的人阻挠别人出家 有什么罪报呢 有什么罪报呢 违愿世尊啊 彻底给我们述说 佛告阿难 如若聚满于百岁中 问我此事 我以无尽智慧 除饮食时 满百岁中广为辱说此人功德 忧不能尽 世人横生天上人中 常为国王受天人乐 若有于此沙门法中 使人出家 若夫迎左出家因缘 于生死中常受快乐 我满百岁 说起福德 不可穷尽 事故阿难 如满百岁 尽受问我 我知涅槃 说此功德 亦不能尽 佛对阿难说 你如果 在一百年的时间之内 问我这件事情 我呢 以无尽的智慧 除了吃饭喝水的时候 在一百年当中 我一直为你说这样的人的功德 都说不完 能够允许家里的人出家 能够帮助家里的人出家 能够赞叹家里的人出家 这样的人 能够 能够一直生在天上 人中 不论是在天上 还是在人间 都常常做国王 受天的快乐 受人间的快乐 如果能够 如果能够使人出家 或者帮助别人出家 那么在六道生子轮回当中 免除四恶道苦 不堕三恶道 因为平常我们是说三恶道 但是有的时候 把阿修罗也算在恶道之中 那么六道除了四道以外 就只剩下人天两道 那么这些人呢 在人天两道当中 恒受快乐 佛说 就算我说一百年 说他们的福德 都说也说不完 所以阿南呢 你就算是在一百年里边 进行受来问我 我呢 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我视线入涅槃 一直说这样的功德 也说不完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人出家修道 种下了今后继续修学佛法的殊胜因缘 这些善根随着修学会更加增广 不断的增上 由于这样的功德 能够不断的继续修学佛法 直至成佛 成佛以后又能广度众生 使众生离苦得乐 使众生最后也成佛 这样辗转相续 功德哪能说得尽呢 可见出家这件事情 是多么的殊胜 如果我们听到这样的经典 家里有人愿意出家 我们不同意 不支持 那真是 太傻了 就失去了自己修服的一个极好的姻缘 家里人如果自己不同意 那我们不好说 如果人家同意 我们不能阻挠 如果阻挠就有很大的罪过 如果支持 如果赞助 那就有如此大的功德 我们再看经文 佛告阿难 若父有人 破坏他人出家姻缘 即为截夺无尽善财辅藏 坏三十七诸菩提法涅槃之音 设有欲坏出家姻缘者 应善观察如是之事 何以故 原此罪业 堕地狱中 常忙无目 受其处苦 若作畜生 异常生忙 若生恶鬼中 异常生忙 在三恶苦 久乃得托 若生为人 在母腹中 受胎便忙 若于百岁 常问事意 我百岁以无尽之 说是罪报 亦不可尽 于四道中 生而常忙 我终不计此人 当有得托时 所以者和 皆有毁出家故 佛对阿难讲 相反 如果有人 看到他人愿意出家 家里边有人愿意出家 开始破坏 不让他出家 那么这样的人 他有什么样的罪报呢 这样的人呢 他等于是解夺 别人无尽的 善财辅葬 是在破坏他人 修习三十七道品的 涅槃因缘 因为他人如果出家 能够修习三十七道品 就能够解脱 你就破坏了他人 正得解脱的因缘 所以说 如果有想破坏他人 出家因缘的人 应该好好的思维观察 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罪业 会使阻挠出家的人 堕到地狱中 而且总是 没有眼睛啊 受极大的痛苦 在佛教里边 说到眼睛呢 常常跟智慧相连 比如说 生无会目 就是生下来 没有智慧的光明 因此如果 坏别人的法身会命 那么自己的果报 生下来就没有眼睛 盲人 而且佛说 即使堕到畜生道 生下来也没有眼睛 堕到恶鬼道中 也是没有眼睛 在三恶道当中 从地狱 从地狱 恶鬼 畜生 辗转 最后 经过长久的受苦 又生为人 但是呢 在胎儿的时候 就没有眼睛 当然生下来也不会有眼睛 这个叫生忙 生下来就下 所以阿难呢 你用一百年的时间 问我 这个意思 我一百年 以自己的智慧 来说这样的罪报 你说也说不完 在四道中 生耳长茫 这四道呢 三恶道 再加阿修罗 我始终不会无法预计这个人 什么时候能够解脱 为什么呢 都是由于这个人曾经毁坏别人的出嫁姻缘 阻挠别人的出嫁姻缘 就因为这个缘故 这个人常常堕到三恶道中 受无量的苦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脱 这是破坏其他人出家 所受苦报的第一点 下面讲 或成就无边功德 以破如是善因缘故 受无量罪 由账出嫁故 以前你曾修得了无边的功德 你本身自己也修行 应该是有很大的福报 但是由于你后来 破坏其他人出嫁的姻缘 然后你结果呢 要受无量的罪报 为什么呢 也是由于障碍别人出嫁的原因 这是第二点 佛佑说 于此清净智慧净中 为于解脱 主善法故 若见出家 修持境界 去解脱处 破他出家 未作流难 已是因缘故 生变长忙 不见涅槃 有悔出家过 清净的智慧啊 像一面明镜一样 什么都照得清清楚楚的 正得解脱果 不但要解脱 恶法 还要解脱 人天的善法 因为不论是 恶法 还是人天的善法 都不可能 跳出六道轮回 因此要解脱 不但要解脱 恶法的束缚 也要解脱 善法的束缚 这一点呢 修行的人 务必要清楚 一定要使 所有的善法 都回向正德涅槃 回向成就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不能仅仅停留在 修人天善法之上 如果见到有人 要出家 持佛境界 趋向解脱 但是破坏他人出家的因缘 障碍别人出家 造成别人不能出家 因为这样的因缘 后世 常常 没有眼睛 看不见光明 不能够见到解脱的功德 不能够正德涅槃 为什么 就因为破坏别人出家 这是第三点 下面佛又继续说 常观 吃等十二因缘 应得解脱 以悔破他 智慧眼故 破出家缘 父会眼故 从生至生 长忙无目 不见三界 缘障出家故 如果能够常常的观察 无明 等十二因缘 只说了十二因缘的第一个 吃就是无明 全部讲说的话 应该是 无明 行 食 凝色 六入 这是前面的几个 这个是最难记的 如果能把这五个记住 后边的就很好记 我们再重复一遍 无明 行 食 凝色 六入 下面是 处 受 爱 取 有 最后两个是 生 老死 加起来 一共是十二 前五个是最难备的 但是呢 你如果学会这种简单的方法 重点就被前五个 后面的七个很容易 这样去记住了 如果能够常常的观察 无明 乃至 老死 这十二 当然就能够逐渐正得解脱 脱离六道轮回 但是 如果是破坏他人的智慧眼 不让别人获得智慧 破坏别人出家的因缘 复辟别人 获得智慧的因缘 这样 今后 从生至生 一世又一世 常常呢 没有眼睛 正如上面所说 你在四恶道中也都没有眼睛 即使到人间仍然没有眼睛 这种果报啊 真的也是可怕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些人呢 如果他生下来就是盲人 很有可能这个人过去曾经是 破坏别人出家 阻挠别人出家的 所以才会有这种果报啊 我们再往下看 佛说 出家 因见 五因 二十我见人 去正道 破出家因 坏正见故 所生长茫 不见正道 出了家修行 应该能够 明见五因 无常 无常 苦空 无我 能够 断除 种种 邪之邪见 断除 根除 我见 逐渐 趋向正道 正得解脱 如果是破坏 如果是破坏别人出家的因缘 毁坏别人可能正得正知正见的因缘 那么后世 不管在哪一道都是没有眼睛 自己也不能够见到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破坏别人的慧眼 不让别人得到智慧的光明 所以自己呢 连肉眼也没有了 这是第五 下面佛继续说 出家 应见一切法具 善法住处 应观诸佛 清净法身 以破出家善因缘故 所生长茫 不能堵见佛法身 前面所说呢 偏向于 人天福报 和小圣修行的果报 现在呢 逐渐开始说到 大圣修行的利益 出了家以后 应该能够啊 见到 一切法具 对一切法都能有正确的解了和正直 应该能够住在佛法的种种善法之中 应该能够观察诸佛的清净法身 小圣是不观清净法身的 大圣当然就要观察清净法身 所以呢 要勋修清净法身的种种之见 然后有具体的方法促证这个清净法身 如果有人破坏 破坏其他人出家的善因缘 结果呢 所生长茫 经常没有眼睛 不可能证得佛的法身 不能够开悟 不能够和本有的智慧相应 下面我们来回向 回向一切众生 见其他人 愿乐出家 都能够随喜功德 赞叹 帮助 愿一切众生 不阻挠他人出家 永离恶道 愿一切众生 都能够 国以三宝 修学佛法 明心见性 正德法身 乃至成佛 广度有情 哪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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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